这次我们来说说,国王就在318大线前,为补齐三洋将名为一事,到底严不严重?话说3月9日,奥地与球团协议离队,结果直到318大线,国王未能补进第三个洋将,在最终PRG公布的国王注册名单上只有两洋将。 3月22日,国王IG公告声明,就为补齐三洋将名额,提到奥地因伤势因素保障职业延续,双方同意解除合约,球团与联盟持续协调,近待协商最后结果。 首先,我们只能说这是国王的选择,但严肃地说,当时国王就该意识到可能来不及注册的后果是什么?是可能丢掉冠军,是可能毁掉一整季的努力。 从企业运营角度看的话,是非常严重的错误,是可能丢掉饭碗的。 国王可以带新洋将工作证和注册等都办妥,再与奥地解除合约也算人知意尽。 奥地转到意大利打球当然声明中的伤势因素不是主因,常在赛场边上作者不开心才是主因。 国王决策者让奥地先离开,结果木伦斯受伤,从这角度看,就会发现国王这解除合约有多不严谨与多不考虑。 而事后发的声明就只固捕,自己先前没仔细考虑就挖得坑。 而且若是PLG破例让国王补注册,视线PLG主持者于不义。 到时变成PLG当国王背锅,而且后续注册大线将不是注册大线。 各球团各种理由补名额换羊将的状况将是没完没了。 对要朝规范规章走的PLG,无疑是严重的伤害。 我们认为国王应当承担这个错误,就算因此丢了冠军。 为了PLG未来发展,联盟不能接受协调补注册。 你觉得为何国王未考虑好,就放奥迪离开呢? 欢迎留言讨论。 我们下次见。 欢迎讨论。